我們從後門的那個影片看到昨天是不是韓國瑜院長就是被拉扯 然後真的好像蠻慘的 吃豆腐 這個事情我可以跟大家講解 昨天有三次 我們在等待的時候我們一直覺得為什麼協商這麼久 等了這麼久人都沒有出來 後來才聽說他們用軟禁這個韓院長的方式不讓他出門 所以在這個院長休息室外面 做了一排民進黨的人就是不讓他出來 那我們就必須得解救他 因為五點半如果沒有宣布延長會議的話 當天會議就結束了等於我們一條都沒有審 所以呢我們就派出人去支援 那可是因為如果派人去支援的話 我們旁邊兩邊的主席臺就會沒有人守 所以必須要同時兼顧兩個戰場 這點是比較麻煩的 那當然後來我們就點名之後找了幾個人去救 但是我們第一次沒有成功 第二次沒有成功 因為有女的立委去抱住韓國瑜 然後去拉扯他 那這種方式我覺得女生這樣子去抱住男生 這是有性騷的嫌疑 但是總之院長就回去就是休息室了 那就第二次也沒有成功 但第三次的時候那時候已經很接近五點半了 所以我們說什麼都一定要把韓院長救出來 所以我們就派了很多的人一起去 然後就是看到最後的那個情況是我們終於把 就是其實韓院長被推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的外套然後都被拉到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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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外套一樣了 所以我們最後終於把他推進去 然後議事才正式的開始 那所以我覺得民進黨要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 去禁錮一個立法院的院長是一件非常可恥的事情 而且在過程當中我覺得那些攻擊跟推擊是對韓國瑜院長極度的不尊重 為什麼我們救他要救到第三波我們才能夠成功 不是因為我們的戰力不夠 是因為我們要保護韓院長 我們自己衝突沒有關係 我們受傷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不能讓韓院長受傷 可是民進黨完全不管 民進黨完全不管韓院長會不會受傷 但是我們很在意 所以我們要在一個保護韓院長不受傷的情況之下 把他送到議場裡面 這件事情的難度就變得很高 對所以說才會有就是營救三次 第三次才成功的這個情況 那委員這個可以幫我們講一下有關於那個用檔期 然後王美慧那邊空也要把他勒死 但是您好像並沒有勒到他的脖子 第一件事情是呢 我跟王美慧是完全不同量級的 這個量級指的像是比如說我們拳擊比賽或什麼 本來就有分不同的量級 那你覺得一個154公分46公斤的女生 有可能去謀殺王美慧這樣子一個人物嗎 我想這個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那當下的情況是因為他們又要攻佔主席台 所以我前往支援 那我呢就從我的包包裡面拿出了一個就是綠色的東西 然後先把他弄成繩索狀 可是因為他不是繩子 所以他不會對你的就是皮膚造成傷害 你越細的東西越會刮傷嘛 但他是檔期而且是很大面的檔期 所以我就把他折一折之後 那我就要想要去把他拉走 那後來我是纏在他的這個手臂上面 纏住之後我就開始拉他 所以看起來的畫面好像是我的脖子被勒到 其實不是是我把繩子扛在肩上要把他拉走 那拉走過程當中他當然就被我這樣放前拉嘛 那後來大家就說好了好了好了分開分開分開 好不要再打了 然後所以呢兩邊才分開來 那分開來之後我就掀出了整個檔期 就讓大家看到說這可不是維靖平 這是你們最愛的檔期怎麼了嗎 所以他們就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火大 所以後面才會造謠說我勒王美慧的脖子 但是所有的影片都記錄得非常清楚 王美慧的脖子上除了肉以外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們看到黨旗還這麼火大 他們很火大 他們不知道我會帶民進黨的黨旗進到會場 而且其實我有三面 所以 他們還說你不配拿民進黨的黨旗 隨便他 反正本來那些旗子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硬的啊 對啊 所以我家有貼中華民國國旗 然後我是帶著黨旗 就是這個民進黨黨旗附這個 就是他被民進黨黨旗綁住拉走 應該心裡要感到光榮吧 這不是他們最愛的旗幟嗎 所以一開始他們不知道那個綠色的布條是什麼 因為他是被弄成一束嘛 然後我就把王美慧就是這樣拉走 那雖然他的體格跟我是量級有差 可是因為我用這樣子拉的方式 所以他就是被我拉著走 所以差點被我拉走的時候 大家就出來勸架就說好了好了 那既然有人來勸 那我們就說好那就停止 你們也不要鬧了 然後我就把它鬆開之後就秀給大家看說 這就是民進黨的黨旗 不是違禁品 因為我們的違禁品是不能帶旗竿 沒有說不能帶旗子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完全是合乎意識規定的 那從517之後你覺得下一波你要怎麼準備嗎 這個當然是秘密不能說啊 但是呢你們要知道就是我每一次的戰法一定都會不一樣 反正我每天都在想方設法 就是想一些心 就不管是吳釗燮的那個史萊哲利 還是昨天517的那個 昨天517的那個 昨天的那個直敵 直敵活動跟 對那個營遊詩人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黨旗副官 沒有沒有副道官啦 開玩笑 黨旗綁架齁 然後或者是 反正就是各式各樣的方法啦 然後還有護具啊什麼的 那這些都是我現在在考慮的 那我覺得我們是一個群體的作戰 大家非常的團結 重點就是守好主席台 讓議事能夠順利進行 然後讓國會改革的法案順利的通過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現在現場又是一陣的混亂 然後呢在主席台的下方呢 也有蠻多的這個民進黨立委擠進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以看到徐小欣現在拿出了民進黨的黨旗 徐小欣她是要拿出黨旗 她今天還有準備黨旗喔 她現在把這個黨旗拿出來了 那這個黨旗拿出來 她先前就有受訪的時候又有透露 她要把這個黨旗包在民進黨立委的身上 直接把她拉走 所以呢等於說是藉由這個黨旗的力氣 把她給拉走 不過目前韓國藝人是不是 宣布了休息要先離開呢 因為現在整個藍綠這邊 已經進行了大混帳 那麼 招呼 招呼 média -黃鯊 但兜易 john lis 這是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竹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